縱使在台風天吐的影響下,政府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舉辦的公眾諮詢 在上星期六預期舉行,多名不同團體的代表和市民都有到場發表意見 鍵盤戰線代表陸冠宇再一次重新不滿意政府三個方案,並且提出第四個方案 都重新表達我們對這三個方案的立場,本身的方案一其實就好像,它是沒有做一個本面的 基本上是2011個方案的翻譯,唯一不同的是,會有海關上門拉人封艇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說搬個方案一出來的話,基本上就是停拉 其實就是停拉,所以我支持我的組織的代表和組織這麼說 其實我們絕對不讓它放逆它去做風格 其實我們現在打算倡議,其實如果政府可以對這個非牟利 或者非業務用途的這個UGC去做一個豁免的話 會起碼會蓋整個所有完整整的意思創造 當然不是說只是你說做配面就配面,當然會下一些條件 我們相信這個就可以平衡到,反而是有日和二次創作的利益 但當然我們其實我們都不肯定,我們一定這三點一定適合 劍桓戰線提出的第四個方案,先將二次創作定義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 並且需要符合以下條件才可以獲得豁免 第一,為個人目的而不是牟利 第二,有理由相信原有作品並無侵權 第三,新作品不會取代原有作品的市場 國際唱片業協會代表馮添之回應指 網民一直誤解他們的立場 我已經說不開心,但也開心聽到原來你所擔心的,如果我說錯 更正我,就是說惡搞是需要授權才可以進行 這個其實由頭至尾我們都認為現在的版權資訊就是不需要授權進行的 這個就是最大的洪溝地方 我們說的是商業活動才需要授權 如果真正的惡搞是不需要授權,這個是一個版權允許行為 我希望你們不要再用這個錯誤的理解提出一個洪荒的用 人民力量代表譚德智也在諮商會上表明立場 要求政府撤回所有的方案 你提出的日曲宗詞改編劇本不是今天的主題 因為主題是戲房和政治的戲房和政治的諷刺 這個是我們之間可能是唯一的角色 因為馮先生說,因為政治戲房、政治諷刺是不涉及商業的 所以我們都很開放,很OK 我想問馮先生,現在這個情況,你有沒有什麼損傷? 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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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立這些東西? 我不需要你說,我們對你好,政府對你好,是保障 政府寬鬆一點處理你 我們,我想和王先生說一下 你剛才說是黑白分明 寫下法律就是黑白分明,當然不是 如果不是,就不會有句話說,魔鬼在世子 對不對,各位朋友 不是黑白分明的王先生 我就舉你剛才那些什麼方案一,方案二 現在那些真普聯的方案 例如你那個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已經可以是魔鬼的細節 你可以寫說巨大的經濟損害,對不對 就處理戲房作品的兩場公眾諮詢已經順利舉行 政府也都會將公眾諮詢期延長 但是一切有待立法會決定 相關公聽會的日期之後才可以落實 我認為那些 SHES都沒有設計 你很終於是看公眾諮詢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